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民進黨感覺上面 很怕韓國瑜禁立院 韓國瑜也提到了 就是說其實台灣的民主 必須要世代輪替 我們來聽一下 對我們這一代 已經進到了2023年 我們想40年前 這些民主前輩 為了我們台灣的民主 犧牲態度 但是現在的民進黨 已經跟37年前不一樣了 他們墮落了 他們失去了理想 所以我們感慨很多 民進黨的前黨主席 施明德先生 10年前紅三軍 抗議陳水扁 抗議什麼 你貪污啊 我們再想一想 我們希望未來的台灣 到底要怎麼樣 對所以韓國瑜的影響 的確在這個目前立委的選情上面 已經有發揮他的這個帶動作用了 所以連這個 蔡壁如本週六在廟口開獎 也已經有出現這樣子的 跟韓國瑜會同台的一個宣傳的 這個海報出現了 所以到時候 韓國瑜會跟柯文哲同台嗎 現在照理來說 可能依照這個國民黨政策 兩個人士應該是不會同框 不過這也算是一個藍白河的示範區 韓國瑜會去替這個蔡壁如站台 對於民眾黨來說 看到這邊挺韓大將 棟尾條哥的直播 他有專訪到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張凱鈞 張凱鈞也提到了 就是說接下來民眾黨也會去 只要韓國瑜獲得國民黨的立院 院長的提名 民眾黨團一定會全力支持 這已經是最近民眾黨 已經好幾度提到了說會支持 韓國瑜的相關的言論 再來我們看一下賴清德現在是不是 的確立委的選情是很高級 但是他們現在要端出這個 王毅川也是作為一個重點 他們就講說 現在要搶救毅川大兵 我說賴清德現在要掃台灣兩圈 要重兵集結一些立委的基戰區 針對12個立委的基戰區 要來拉抬選情 甚至搭配搶救毅川大兵的支線 拉抬政黨票 可是人家是覺得很疑惑 我就說到底誰會為了王毅川 要投給民進黨呢 就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帶動效果嗎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沈正南 這個也預言說 民進黨可能立委至少要掉10席左右 甚至要掉到14 15席都有可能 因為你一直在那邊捧這種 比方說會起當的這種王毅川 是不是反倒會讓一些 真的民進黨他可能 也許我只是支持民進黨 但是我並不希望支持一個 瘋狂的民進黨那種感覺的人 反而就掉票了 就流失掉了 所以我們看看 像這個游應龍也講說 現在目前 如果民進黨丟5到9席算是小書 丟10到14席算是中書 丟15席算是大書 現在看起來 眼前的局勢 中書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所以大概至少就是 掉10席起跳 是現在目前他們選情 呈現出來比較不妙的一個部分 那怎麼樣的不妙法 比方說像黃捷 本來感覺上面他們覺得說 是一張好牌 又是這個陳其邁推薦 加入了這個民進黨 又是過去蔡英文說 要力保黃捷不被罷免 本來看起來 對於民進黨來說是一張好牌 結果一手好牌打到輸 因為他現在又開始用這種 好像比較清涼的這種照片 來拍照 反而在網路上面PTT 這一次看起來 好像都是導向那種 負面的評論比較多 那他到底要吸引到什麼樣的票 吸引到了比方像鄧家華 這樣的一個角色 就講說 想要在黃捷身邊 做什麼工作或助理 需要多少努力才有辦法做到 我希望每天都待在黃捷身邊 人家想說 所以這個黃捷 成功吸引到他的TA了 他的TA可能就像 鄧家華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你看PTT網友在那邊講說 接下來黃捷還要辦 這個海報簽名會 就是說這個海報什麼笑死了 這是雙標無極限 你是不是應該要跟韓國瑜盜竊 還有說你是不是沒有 這個對於你的落跑的事情 說清楚講明白呢 這是不是也是讓這個 目前綠營立委選情不妙的原因之一 我們來問一下黃捷委員 我覺得黃捷最大的問題 是他自己雙標 他現在認為他這樣的清涼海報 能夠吸引到他的選民的話 這是他的一個選擇 但是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 本來就應該被檢驗 當時你是怎麼樣去抨擊 所謂韓國瑜的落跑 後來你們還發動罷免 不是嗎 但是你今天做同樣的事情 你就有滿滿的台灣價值 滿滿的民主價值了嗎 另外就是說 現在在立法院的席次 當然我們不願意看到 民進黨的單獨過半 那麼國民黨應該要去努力的 就是國民黨可不可以單獨過半 但是比如說現在 尤其賴清德在幫一些立委助選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話術是什麼 比如說他到我的選區 他沒有批評我 但是他說他又要讓我落選 你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當選的話 那麼韓國瑜就到立法院 去當立法院長了 所以他已經把他的話術 跟他把他的攻擊的目標 放在韓國瑜身上 你為什麼那麼怕韓國瑜 因為你知道如果韓國瑜進去 然後當了立法院長 你就知道現在所有的黑箱 所有的貪腐 所有你們要藏著淹著的 所有的秘密 所有的弊案 終將重現光明 所以以我來講 我認為只要未來在野黨 可以在立法院取得多數 至少兩個事情應該立刻做 第一個解密蔡英文的學歷 對不對 大家都在講 最近不是網路又在瘋傳說 蔡英文說自己的什麼得到 應該拿兩個博士 拿1.5個博士 說自己的論文寫得多好 那麼好 真的應該解密給大家都看一看 所以在那繼續封城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新國會 新的國會就是要把這些 藏著 掖著 不敢見人的東西拿出來看 還有疫苗的合約 那至少對於我個人的部分 你知道嗎 我光是去查 像台電要你的短購20年合約 作為一個國營事業 你給某一家公司 20年長期的短購合約 難道不應該透明公開嗎 不給就是不給 好 比如講 我們的這個 就是竹科管理局 去跟林志堅和解了 大家都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就說 他有所謂的侵佔 這個智慧財產權 國家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他們說和解了 我說和解的內容是什麼 不給我看 說這個是涉及個資 你拜託 國家的智慧財產權 你可以私下和解嗎 不給你看 甚至連現在我調一些 我們政府百分之百 等於說是共務預算 養的基金會 裡面很多都是一些酬庸的 因為現在我聽到很多說 這是誰的女兒 這是誰的兒子 這是誰的什麼什麼 他們都告訴我是個資 人民就是不給 有這種事情嗎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其實你們害怕什麼 你們並不是只是怕韓國瑜 你們並不是只是怕 在野黨的立委 你怕的是 你們這些貪賬枉法的事情 最後終加被揭發 尤其這個侯友宜說 要成立特徵組太好了 所有的弊案全部給他辦下去 好 蔡委員 那個民進黨的不分區 王毅川是不是講過 那個大陸高鐵沒有靠背 對 這是他講的 這是他講的 靠背哥 靠背哥 對 因為我好像有一個人講過 我上網查好像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 他交通專業 他是交通專業 還是去過大陸的人 坐過高鐵的人 人家花了那麼多的錢 大陸的高鐵是全球高鐵 進步最快的一個國家 人家花那麼多錢 會做一個 你坐幾個小時 從北京到上海 大概要三個半小時 會沒有靠背嗎 這樣子的人要去搶救他 我不知道民進黨要 你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 這個如果說舉例 他是很優秀的年輕人 或者是哪一個專業 或者是道德觀 這個非常棒 你去搶救他 OK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人 我對他的印象只有一個 就是他講過一個 很荒謬的話 要去搶救這樣子的人 民進黨的程度可見一般 可見一般 在剛才洪威講的事情 要把那些三 叫做 要封存30年 不管是論文 不管是疫苗的合約等等 兩個單位 只要兩個選舉 有一個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辦到 兩個統統辦到的話 那最棒 一個是總統 總統選完以後 行政院院長就歸他提名 第二個 立法院過半 立法院過半 立法院也可以做決議 要求他 如果說立法院 總統跟立法院 統統都贏的話 那當然這些事情 不公不平不義的事情 當然要充分的揭露 國民黨要在立法院 單獨過半 我們還要增加19席 在不分區 我們可能會增加個 兩席到四席 但是區域還要增加個15席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如果你想看看 這個蔡英文的論文 你想看看這個疫苗的合約 麻煩支持國民黨 好 來 溫斗哥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在怕什麼 怕那些東西被你發現 立法院勾辦 王文威一個立委也沒辦法 對不對 你要是說我有勾辦 你台電敢這樣 預算凍結或怎麼樣 就有力道了 所以是因為力量不夠 大家看現在的選舉 他的選舉其實很清楚 國民黨從趙趙康加入以後 那個聲勢是不一樣 然後到各大學 那些學校也好 學生也很希望去跟他講 這是一個事實 那你在看韓國瑜 他的聲量這麼大 你看國民黨的不分級立委 很多人很努力在浮現 對不對 韓國瑜不用講 謝龍介還有那個科 對不對 我們看到了這一些人 大家都有很大的一個媒體的 一個報導量 民眾黨是沒有 民眾黨我不曉得 黃珊珊每天躲在房間幹嘛 黃國昌還有那個 大家都沒有看到 他的不分級在浮現 很奇怪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民進黨最 不分級浮現最立就是王毅川 他自己提出一個 要搶救毅川大兵 他排名14名 不可能 民進黨都知道 他的那個最多就是12 那現在排名14了 又他在跟民進黨抗議 為什麼不分級立委 12個安全名單 有8個是現任的不分級 不可思議 那裡面沒有我政國會 政國會本來一天一直說我要進去 結果到處喊人家不理他 沒有 一天沒有 他本來還有一個陳羅破 陳羅破因為被 被詐騙集團供養也不敢選 第一個在他們整個民主大聯盟 第一個撤退的就是陳羅破 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動作是在跟黨中央抗議 為什麼我們政國會一席都沒有 那可以看到了 民進黨現在就很害怕 就是國民黨萬劍齊發 然後所有的那個人量 有 谢谢大家